巴以冲突没有停歇 而黎巴嫩与以色列的边境冲突 现在也进入了第三天 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边境周边 是增加了军事存在 并且向黎巴嫩疑似发射了火箭的阵地 发射了这多枚的炮弹 10号入夜后 以离边境不时能听到爆炸声 边境出现火光 黎巴嫩安全官员表示 10号晚上有6枚火箭从黎巴嫩南部 发射到以色列北部 珍珠党则承认向以色列坦克 发射了制导导弹 以色列随后则进行了还击 以方称大约有15枚火箭来自黎巴嫩 其中4枚被拦截 10枚落在空地上 这次攻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维和部队 连离部队也发表声明 证实了有火箭从黎南部提尔发射 并敦促大家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克制 乙军向与黎巴嫩接壤的北部边境 增派坦克防范袭击 另外数百人在黎巴嫩南部的清真寺 参加早前死于乙军炮火的 真主党成员葬礼 真主党支持者高举拳头 誓言打败以色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